天黑了 马上就要黑了 困啊 一困的话脑袋胀 心脏发闷 不舒服 不要忽略人的生理需求 无论是饿 困 还是渴 还是疲劳 都要最好做出反应 尽量满足身体的提出的要求吧 因为人的身体是非常聪明的 人的身体应该永远比你聪明 比你的大脑聪明 我觉得 它能够比如说烫了一下 它就马上反应过来 烫伤了 它就提醒你要躲避这么高温 烫伤 冻伤 还有好多东西其实都是它反复的提醒你啊 但是有的时候人一混沌了 一忙了 一顾不上了 可能就忽略这些提醒了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你看现在不是到春节了吗 在北方地区每年春节前后 或者说准确的说从春节开始 这个春季啊 快到了吗 就开始多发煤气中毒 北方以前 现在也是好多地方用暖气取暖 北方暖气取暖到春天 它跟冬天不一样 冬天是西北风呼呼的吹 基本上不会说煤烟强到屋里 但是到了春天 它的气压是不是变低了 西北风不那么太强硬了 所以有的时候煤烟会往回灌 在北方有一些住户 在烟灯上面有一个叫引风机 能够把这个烟道里的烟给它抽出去啊 像个泵一样啊 像一个带着叶片的 像个小电风扇一样的叶片一样的啊 如果没有引风机呢 那么到了春天 空气一潮湿 那个烟呢可能往回灌啊 就会造成煤气中毒 有的人呢 煤气中毒就能救过来 就能够自己能够逃出来 有的人就逃不出来 我们有一个邻居 也算美女吧 她的老公是我们老家那边火车站的 装卸队的队长 那年那边发大水 都把我们这个房子泡了嘛 我们是街坊邻居嘛 然后她的老公就叫来他们装卸队的 差不多都来了啊 他们装卸队这些小伙子 就搬了好多沙袋 都是年轻力壮嘛 也有车 就帮着邻居们把这个房子周围都 把那个水给挡住了 用那个沙袋 虽然不能完全挡住 但是也能挡住不少吧 后来她的妻子说 是去北京了是去哪了 然后煤气中毒去世了 没了 那个人非常好 她有四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 她的皮肤很白 呃 就是身体很丰满啊 头发有点卷 眼睛有点黄啊 她的血统四分之一是俄罗斯的 就是她的姥姥是 她的姥姥还是奶奶 是俄罗斯人啊 我以前也美气中毒过 那年是大宝快出生了 那年是我爷爷去世 我爷爷在春节之前吧 去世啊 然后 那时候大宝还没出生 已经 大宝妈妈怀着大宝 怀了有七八个月了吧 也快生了 我爷爷去世之后 那年的正月 就是春节之后 也是 比现在晚个半个月左右吧 因为我们当时住那个房子 是烧煤气的啊 我跟 大宝妈妈我们住西五 我爸我妈他们住东五 然后 这个煤气 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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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烟 有一块是走那个 我们这个炕 设计的时候 可能设计的 没设计好啊 是从炕 炕洞里走啊 炕火炕 北方的火炕挺好的 其实啊 除了这个煤气不好之外 其他都很好啊 它能够很很很温暖啊 也也不潮湿啊 用火一烧呢 感觉很舒服很硬撑啊 但是 这个炕 因为 它难免的有一些缝隙嘛 到了春天气压低吗 北风不硬了 一样就往回灌啊 反正 以前反正也都很加小心 那个煤气炉呢 有一个功能是 叫烽火啊 有里边有个小盖 能够给它盖上 这样晚上呢 它就不会说 这个火着的很厉害 就是说 基本上到晚上呢 也就不再添煤了 到晚上 对吧 把火封住啊 就是门窗也都关炎了嘛 基本上屋里也不会太冷 用它的余热 让它慢慢的 闷着这样烧 对吧 就够了 第二天早晨再 有的煤气炉好的 第二天早晨都不用点 还能继续 有炭火 有的可能就第二天早晨再点一下 反正各种型号的煤气炉吧 然后那天晚上11点多 我就眼睛就瞥见我妈妈 冒腰添煤 我就印象里很深刻的是 不是把煤气炉那个门打开吗 看到里面红灯灯 红的那个炭火啊 我妈妈往里添煤 我就当时想 哎我说 我想我心里想了 画个问号 我说我想 这都晚上11点了又添煤 会不会煤气中毒啊 这样的 因为我妈她们住的是冬屋 冬屋呢 就比较冷 西部比较热 因为 暖气炉有那个火呢 是走西部这个火炕嘛 所以西部就热的受不了 那个炕热的都包的受不了 我就下面垫那个木板 把它腾起来 冬屋的就很冷 西部很热 一个热带一个寒带 所以呢 当时大坊妈妈说 你看这个西部这个炕都热死了 然后妈妈又添煤 然后她那屋冷嘛 就对吧 北方方言就是说 保不住条就是说 身上哆嗦冷嘛 我也能理解老老年人可能 或者我爸妈当时也不年龄也不大 其实就年龄大的可能血液循环就弱嘛 就可能会冷一点 但是我们那个西屋呢 它有一个啥呢 是西边是山墙 就是靠一边 我们那个房子不是说 我们有东东屋 东北尔邻居吗 东北尔邻居 对 东北尔邻居 西边没有邻居 西边那个房山叫凉山 比较凉的山 就是说北风一吹那可能会吹透 所以呢 我们那是炕很热 但是屋子呢 其实也不是 屋子也不是特别热 其实 因为它这个西方山 它这个热量散的就散出去了 这个寒风一吹 可能这个冷气就进来了 但是当时我那天我就感觉有点怪怪的 我就想 后来我就想 这怎么这么晚了 我妈妈还填煤呢 填了凉铲子煤吧 我想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我也没大回事 反正就是我看到那一幕了 印象现在我还记得很深刻啊 因为我们那个厨房 那里是放暖气炉嘛 那个灯泡不是特别亮 所以我妈妈 把暖气炉打开之后 里边那个红红的那个煤火 炭火非常醒目 我妈妈冒药的时候是个背影嘛 然后 炭火呢是特别红 特别刺眼啊 印象很深刻 我就换了个问号啊 我就换了个问号啊 对